王长吉71岁离异县居住地长春 现收入4430元 住房情况50多平米 我看这家这是老式装修 我没装修吧 没装修 你看这地板 一直没装修 过去生活是挺困难 我母亲是92去世的 我是一直持绒母亲 那时候也没有装修能力 当我母亲去世以后 就是说在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了 我觉得能自己将就过就可以了 王大哥家的房子50多平米 基本上没啥装修 屋子里的很多城市都很老旧 王大哥说 之前没装修主要是经济条件不好 现在没装修 则是一个人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 卧室在哪儿啊 卧室就在小屋 卧室就在小屋 卧室反正我也没收拾 我这个人反正也是拉他惯来 这是你的卧室 拉他惯来 我也没收拾 我自己能将就自己将就了 你要再找老伴呢 有没有重新装装的打算呢 找老伴是好事啊 但是我看这个没啥理由抗拒 找老伴是好 找着老伴的就好好使得使得对不对 对 找老伴那是再婚之喜 那人风喜事就精神爽嘛 那肯定要好好的收拾了 对不对 咱们这也不是差钱 这个经济能力也行 也有世界 为啥不装修好点呢 这个我如果也是找个成全主意的老伴啊 那我肯定是好好的装修装修 王大哥说 这找老伴可是再婚吃喜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要是真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了 这家里里外外必须要重装一遍 因为自己现在的退休金还挺多 而且平时也没啥大花销 我以前是一系普通人 退休送走了父母 父母去世后的这些年 王大哥尽靠音乐来陪伴自己了 我买的口风琴 这个口风琴 这是啥钱 口风琴 这口风琴吧 没事我就玩这个 现在给我们吹一个曲啊 我这个 在这个场合吧 我心情有点慌张 吹的不那么 表现好 真是个小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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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一下多姐大姐 大姐这笑声太好听了 你们好 刘盈67岁 丧偶县居住地长春市 现收入2000多元 住房情况80多平米 我看家里堆的东西挺不坏的 那是原来吧 那是原来吧 孩子那时候吧 就是生孩子那时候啊 给我这住三年半 住三年半吧 都是那个孩子玩具 这都还 你不看 都还的东西 哎呀都还的东西 玩具 你说给他了 姑娘说 我跟我说你拿走也不拿走 我说这隔着没地方 姑娘说你自己住这么大房 他没地方 我们都一会去更没地方 刘大姐家80多平米 但满满灯灯的堆的 堆的都是姑娘家的东西 刘大姐说呀 主要是家里跪的太少了 在参观到刘大姐卧室时啊 眼尖的红娘 发现了一样东西 看这是啥 垫子琴 大姐会弹垫子琴吗 哎呦 凑合弹着玩吧 平时弹吗 平时弹呢 没事了 反正就扒了扒了 没事 这是从啥时候开始爱好垫子琴呢 哎呀就是没事干 从 哎呀 跟那个老年大学 街上老年大学 报名品不好报的呀 嗯 早上起来我四点出来 打车去报的名 嗯 完了报去 那是19年 19年9月份报的吧 嗯 有没有啥擅长的跟我们谈一首 跟他试试啊 试试呗 反正还谈不好 没事 谈不好 嗯 试试 就谈那个相间的小鹿吧 相间的小鹿行 对吧 嗯嗯 就谈这个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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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超市买点水果 买点水果 买点水果啥的 嗯 嗯 对呀 嗯 葡萄挺贵呀 嗯 嗯 这个 这红毛石是吧 对 是吧 啊 红毛石葡萄是吧 20 这个一盒22个 嗯 买一盒 再买一样青皮19 买一样青皮 再来个青皮 打算买4样 嗯 行 嗯 这个挺贵呀 这青皮19 刘大姐说喜欢大方点的 在超市买水果时 红娘发现啊 王大哥还真挺大方的 挑的都是比较贵的水果 那不知道今天这俩人在见面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花了90多块钱 买好了四样水果 咱王大哥就来到了刘大姐的家 来来来来 辛苦辛苦 大哥想帮我后边人家 这还拎包来的呢 你还不用啊 拎包啊 是吗 是啊 好 谢谢 大哥都是挑最贵的买的 是吧 那红皮和青皮 还有20块钱一几个 哎呀 那不都太让你破坏了吗 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 这个 这是小意思 小意思 哎呀 刘颖大姐 王长吉大哥 你好 你好 大哥真是有心了 我都没想到 下车之前说 你看附近有没有水果垫啥 赶紧给买点 谢谢啊 谢谢 没客气 咱们 请坐吧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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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姐姐啊 大哥 挺好的 她这个那个个头高 她嘴巴一胖像 我就喜欢背胖像 谁呀 我不喜欢那个特别瘦 这人倒是挺好的人 看上去是挺实在的 挺笨笨人 总的来说吧 就是说的 长相吧 还过得去 你得说 这么大身处 还能长得啥样的 是不是 两人刚一见面 对彼此的评价都不错 给今天的相亲 开了个好头啊 与此同时 咱王大哥也发现了 刘大姐家的店子琴 你这儿还有个谱呢 是 电子琴 你挺喜欢音乐的 反正闲着没事 反正臭气吧 盆上闲着没事 那你看来是这个年轻时候就会 年轻时候不会 我是跟那个老年大学学的 老年大学学的 小岩叔上的学了 闲着我没事了 所以说必须要 自己找点乐趣吧 嗯 好 好 咱们那个爱好都是 我也是爱好的方面 哎 小型爱好在这个 起码这一点呢 就是 特别符合我的心理要求 王大哥说 刘大姐会谈电子琴这一点啊 特别符合她的心理要求 因为她也把口风琴背来了 所以啊 就想在刘大姐面前展示一下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大姐也觉得 在兴趣爱好方面 她跟王大哥挺合拍的 眼看着王大哥都展示完了 刘大姐说 自己也得给王大哥露一小手 因为平时大姐每天要往老年大学的电子班的微信群里 发谈电子前的作业 让老师知道 赶巧今天大哥在这 正好能帮他录一下 对于刘大姐的年龄 咱王大哥也挺满意的 紧接着在王大哥主动提出 日后俩人要是真诚的 就要把经济大权交到咱刘大姐手里了 你看咱们事都不晓得有一定生活经验了 谁听谁的呢 那我就听你的吧 那我就听你的吧 因为咱你现在生活状态比我强 妈谢谢 这点我得服你 谢谢 谢谢 我还真不愿意要说他来听我的 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 男人是一家之主嘛 女人听男人不上不随嘛 是不是 我还处于省省心的 是不是 我还听你 那么也挺好的 和和平平的 是不是 他也能说出这话来吧 听我的吧 在他心里头 他是认可我的 我也挺感动的 新男人 也挺欣慰的 这样是不是 看出来了 咱王大哥是真相忠咱刘大姐了 对于王大哥在经济方面的场量 咱刘大姐也很感动 也夸咱王大哥是个大方的人 可是接下来聊到的一个问题呀 让一直气氛不错的两个人 发生了分歧 相亲现场到底发生了啥呢 这两人最终又能否有缘亲手呢 咱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我对感情非常感恩 我后半生总能幸福 感谢 原来不晚 给我找到了后半生的幸福 找到了后半生的伴侣 原来不晚送你来一重背 希望能温暖你们的女生 幸福一辈子 谢谢 原来不晚 我们结婚了 耶 结婚完了 聊到现在 刘大姐跟王大哥 一直对彼此都比较欣赏 但刘大姐说呀 自己找老伴 还比较在意对方是啥性格 我这个从小那个 天爷那么健壮啊 所以说 其实也有关系 所以形成一个内向的性格 我们在外边不那么闯的 内向 在家里爱看书 在外边就有时候张不开嘴 就是这种性格 我跟这大哥 正好性格截然不同 正好两种性格 我要去办啥事 这个事我不办成我不怕休 你不管就见了省长 见了市长 我也不在乎 我就这性格 但是吧我也不惹事 但是吧你遇到事吧 我也不怕事 跟我想象的挺晚和 大姐那种性格也喜欢吗 性格也喜欢 他说那个他性格比较急是吧 这个 我认为对我是一个弥补 这个大姐挺完美 挺完美 王大哥说自己是内向慢性子 刘大姐说呢 她是急性子 外向人 对于刘大姐的急性子 咱们王大哥表示 她很喜欢 是对自己性格的一个弥补 随后更是主动的 对刘大姐表白了起来 在江山另外说 看这个的大姐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 archety命 多才多艺 人长的高原 表白 这个是模特的那个特征 有模特的范儿 完了还多彩多艺 真满得 我如果能跟这样的人 能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我的幸运 如果要是表态的话 我就用一个成语 就盖过来 一见倾心 别人没啥意见 面对王大哥的表白 咱刘大姐一直没做声 这是咋回事呢 我喜欢那种人 就是说做事 动作都是沙朗的那种 沙朗的说话也笨事 走路就是沙朗那种 我喜欢那种 他们好像对我性格是太幼了 我俩太不达了 他太慢 不想我跟这样的人来那啥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 刘大姐说 他特别不喜欢慢性子的人 他也怕两个人日后 因为性格不合发生矛盾 所以他想跟王大哥做普通朋友 随后直接跟王大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哎呀大哥你来了吧哈 就你最多的表态吧哈 你真要我很感动 但是呢 感动归感动 是 感动归感动 但是我感觉咱俩的性格吧 是有点 我这个人性格太急 我感觉你很慢 我感觉咱俩生活都是去一步 生活在一起吧 好像还是 好像好怕以后 咱俩是生活不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